昊月当空 第360章 雄霸天下汪长兴 这巨蜥身长超过七米 四肢宛如柱子 一般粗壮 尖高大约一米五 全身荧光闪闪 虽然不能和真正的巨龙相比 但那强悍与凶恶的气息 依旧令人震撼 银甲龙蜥 非常罕见的变异地龙 这头银甲龙蜥分明已经成年 有接近九级魔兽的实力 那骑士腾空而起 直接落在了银甲龙蜥背上 面对冲锋而来的汪长兴 银甲龙蜥一张嘴 一个个硕大的火球 如同连珠炮一般喷吐而出 朝着汪长兴轰击而去 而那骑士左手盾牌 右手重剑 身上金色光雾生腾而起 一一叙事 他开始叙事之后 奇异的一幕出现了 银甲龙蜥身体表面的银灵 被染成了金色 骑士与座骑浑然一体 二者显然极其契合 骑士与座骑的气息 甚至灵力 在这一刻都完成了连接 骑士最强的地方就在于此 借助座骑的力量 达到整体叠加的效果 此时 汪长兴已经冲到了 距离对方只有二十米的地方 他的气势 也在这一刻提升到了巅峰 手中拖拽着的霸天锤 悍然抡起 整个人同时腾空而起 他没有施展灵意 就那么凌空纵远 在半空改为 双手握住霸天锤 朝着那重装骑士当头砸去 而冲向汪长兴的那一个个火球 在距离他三米左右的地方 纷纷溃散 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直接将其摧毁了 这是怎么做到的 那重装骑士也是一惊 他分明没有感觉到 汪长兴释放什么力量 也绝对没有灵刚 这战士的灵力波动 分明只有七阶啊 他用什么力量 让那些火球泯灭的 但是 他来不及过多地思考 汪长兴的霸天锤全力砸来 犹如山岳鸭顶一般 这骑士对自己有极大的信心 他并没有闪躲 手中盾牌架起插那间 他和坐骑引甲龙西 给人一种变成了雕塑一般的感觉 金色光芒 瞬间内受于身体表面 人与坐骑都在那一刻凝制了 这是神域阁挡 当 剧烈的轰鸣声中 双方完成了第一次碰撞霸天锤 与盾牌碰撞的瞬间 强大的冲击波骤然爆发 在观战者眼中 引甲龙西粗壮的四肢 猛然向下一顿 坚硬的地面 竟然下陷了半尺 刺目的金光 从骑士身上爆发 那是光之复仇的光彩 汪长兴整个人也被弹飞 按照骑士正常的战斗方式 神域阁挡 带来光之复仇 借力之下 应该借机发动反击才对 但是 重装骑士 依旧端坐在 引甲龙西背上 并没有直接反击 直到光之复仇消散 此时的重装骑士 内心充满了震惊 感到不可思议 怎么可能 他一个七阶 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是的 就在刚刚碰撞的时候 这位八阶的重装骑士 以灵刚神域格挡 再加上做其 引甲龙西的灵力 完成了一次 他自认为完美的格挡 在他看来 就算对手是 接近九阶的强者 想要破开自己的防御 也不容易 汪长兴确实 没能破开他的防御 但在双方 碰撞的那一瞬间 霸天锤传来的震荡之力 好似叠加了千百道巨浪一般冲刷着他的身体 那恐怖的力量配上震荡 打得他气血翻腾 手臂颤抖 连带着引甲龙西都身体下陷 碰 就在这时 天空中突然传来一声低沉的轰鸣 伴随着轰鸣声响起 整个天空仿佛剧烈地震荡了一下 而被震飞而起的汪长兴 身体已经在半空舒展开来 一点金光出现在他额头处 灿烂的金色光辉向下滑动 渲染了他的面庞 滑过他的身体 甚至滑向他手中的霸天锤 顷刻之间他全身上下 就被一套暗金色的甲皱包裹 而他的气息随之飙升 一股前所未有的狂霸之气 从他体内喷波而出 迅速给金色甲皱染上了一层红光 也让那甲皱变成了赤金色 在甲皱胸口的位置 有一幅类似人脸的图案 只是用眼睛注视 多有种心神被夺 被压制的感觉 霸天锤再次被他高高扬起 在他扬起霸天锤的那一刹那 下方的重装骑士 便有了这一击自己无论如何 也抵挡不住的直觉 不敢再被动防御 重装骑士迅速做出了反应 身体同样轰然乍响 一一爆然 接着他手中重剑举起 一道刺目的白光迸发而出 直奔汪长星冲击而去 正是八阶骑士才能施展的强大技能 审判 圣光审判 身为守护骑士 任性十分重要 他们的持续战斗能力极强 重装骑士一眼就看出 此时汪长星身上覆盖的甲皱 并不是装备 而是特殊的技能 或者是零卢的力量 这种力量一定会有很强的爆发力 但绝不会太持久 他现在身上爆发的气息 完全达到了八阶 这肯定是无法持续的 所以 在他全力出手的同时 身下的银甲龙溪也动了起来 承载着他的身体 朝侧面奔去 距离拉开 审判之光 瞬间就覆盖了汪长星的身体 紧随而来的 还有重装骑士在一侧挥出的 一道道圣剑光芒 这些攻击 都不是为了击败他 而是为了迟缓他的行动 拖延时间 审判之光笼罩 给汪长星身上的赤金色甲皱 染上了一层白色光蕴 但也就在这时 汪长星的眼眸猛然睁大 在这一瞬间 他就像突然苏醒了的巨尸一般 身上赤金色光芒骤然迸发 以他的身体为中心 直径十米范围内 所有的光元素瞬间消失 准确地说 不只是光元素 而是一切元素都化为了积粉 在他身体周围 出现了真空状态 因此也产生了一股强大的吸扯力 金正在拉开距离的重装骑士 和银甲龙溪身体一顿 汪长星的眼眸中 闪烁着新红色的光芒 在这一瞬间 他仿佛悬浮于天地之间的魔神 手中霸天锤缓缓举起 在真空状态下 他身上的红色变得越发浓重了 随着他扬起重锤 真空面积迅速扩大 周围的空间似乎都因为 他看似简单的动作 而不断在塌陷 轰衣 天地震动 那重装骑士和身下的银甲龙溪 都是一歪 在这一瞬 他内心开始动摇 但是 他不敢再退了 因为他能感受到对方的气息还在不断跋升 继续后退他 必败无疑 在这个时候 骑士圣殿种子选手的底蕴 充分显现出来 身上升腾着的光元素 瞬间化成了新红色 以巴结骑士的修为 他动用了牺牲技能 气息瞬间暴涨的同时 身下的银甲龙溪也稳定下来 重装骑上 直接扔掉了手中的盾牌 就那么端坐在银甲龙溪背上 双手握住重剑的剑柄 高举过头 金红色的光辉冲天而起 化为一柄充斥着勇敢 牺牲 执着的光辉之剑 劈斩而去 灵刚提升到极致 在牺牲 爆然的辅助下 这一瞬间 他所爆发出的灵力 已经逼近九阶的大关 这是毫无保留的爆发 因为他知道 唯有如此 才有可能抵挡住汪长兴的轻力一击 大锤震天 霸天锤终于再次挥出 这一次 万分霸道跟随着霸天锤的运动轨迹 空中骤然出现了一片漆黑的光影 那分明是空间塌陷的结果 整个比赛场地的防护法阵 都剧烈地震站起来 那是空间塌陷所带来的整体空间牵引 稀扯 法阵有些难以承受 1911589七列魔团的众人屏住呼吸 注视着这一幕 唯有他们知道 汪长兴此时所动用的 正是雄霸天下灵卢的威力 只是 他们也是今天才知道 汪长兴竟然将雄霸天下灵卢 运用到了如此娴熟的程度 事实上 他能这么快就真正发挥出 这尊守望者层次灵卢的威力 还要归功于龙空空 在龙空空的星光之力辅助下 汪长兴渐渐修复了自己身体以前的创伤 也一定程度地修复了雄霸天下灵卢 让这尊强大的守望者灵卢再次焕发出自己的光彩 灵卢上身 霸体 雄霸天下甲 重锤 雄霸天下 一击 确实 此时的他 只有一击之力 但发出这一击之时 他已经进入 无我无他无所不破的雄霸之境 轰一 四道身影 同时出现在比赛场的四个方向 在防护制破碎的丽娜 同时释放自身的领域之力 重新构建起了一层防护屏障 这才避免了 双方碰撞的恐怖威力 波及外界 整个比赛场地内 仿佛被飓风席卷了一般 恐怖的零力波动 让场地内一片混乱 扭曲 爆裂 破碎 烟尘 场外没有人能看清 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十几秒过去 扭曲的光芒 才渐渐恢复正常 但那重新生成的护制 还在剧烈震动 仿佛被内部的力量牵引了一般 赢甲龙熙的身影已经消失 战士与骑士 却依旧存在汪长星双手握着霸天锤的长柄 垂头支撑在地面上 也支撑着他的身体 而骑士已经跌坐在地面上 身上的甲咒至少破损了三分之二 在他们之间 一个直径超过十五米的深坑出现 能够看到深坑内都是被破坏的阵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